大水出了龙王庙 太心疼了 李建民正好提到了熊飞的脸上 看着都疼 看看裴帅 压开的进攻 没有选择停止进攻 继续的进攻 看看莫雷罗的打门 莫雷罗这一较打门 是打在了申花球员的身上 可能绿帝成花的球员 觉得你这个不停球 这边西索科和莫雷罗 两个球员是杠上了 双方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上半场捕食两分钟 这一下子真的是 大水出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太让人厚判了 后脊梁骨的寒毛龙的立起来 口中已经流出了鲜血 我们再来看一下 狠狠地踢到了熊飞的脸上 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血染沙场气罐红 想到了之前张入的美股 现在又是熊飞的脸 其实李建民也是 只想把这个球赶快解围出去 没有想到重重地踢到了熊飞的脸上 在怕怕不能替补的情况下 熊飞和李建宾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好搭档了 真的是没有让人想到 希望熊飞没有任何的大碍啊 来自湖北武汉的小伙啊 这一下看得真的是 寒毛都竖起来了 重重地踢到了他的脸上 这一下真的是伤得不轻 09年就已经来到了上海绿参花 现在已经27岁了 他还曾经租借回了自己老东家 也就是武汉猪尔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回到了鲁汉状 今年是回到了球队 怕怕也是流利要打足鞋杯 所以熊飞已经和李建宾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后卫搭档了 李建宾现在也是自己摊住在了草坪上 其实这对于李建宾的影响也非常大 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会踢到熊飞的 真的希望熊飞没有任何的事 愿他一切平安 看得真的是非常的疼 直接是担架要抬出去 这可能真的是无法坚持了 之前我记得张鹿的眉骨应该是受过一次伤 当时我还以为是眼睛受伤了 吓一跳 现在又是熊飞 后期两股都发凉了